不好意思 你現在忙嗎? 忙啊 你自己到老實好不好? 好 你好 大家好,我叫吉賀 大家好,我是Aisha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介紹 兩個字 會讓中文跟日文 產生誤會 對 對 對 常常跟他 會因為這兩個字 不開心 他不開心 然後呢 我也不開心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 第一個字 就是我們台灣人最常用的字 就是 這個字其實 在台灣人的一個意思 它就是代表着我没有听清楚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的简单的一个字 所以经常Chika 他会使用大板枪 牧口是哪里的 牧口是哪里的 牧口是哪里的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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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个哈 在日本哈的时候 我们通常打架的时候 还是或者吵架的时候 用的这个字 哈 如果大板人在路地上 打架 吵架 吵架 就这样 OK 哈 Naruto 原来如此 所以要用这个字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在日本我们听的时候 所以我就没有礼貌 哦 嗯 那如果 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的时候 嗯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告诉对方 我听不懂 应该要说 欸 はい 好 不要说哈 OK 所以学会了吗 如果你们在日本要问路 结果回答你的人 你听不清楚 我听不懂 请你要用刚刚清了教的两个字哦 那接下来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台湾人也是经常用的 二个字 就是 欸 这个是日本吗 哦 日本歌 但是在台湾 不会用这个日本歌 念起来很像日本歌 它就是念 欸 过来一下 嗯 欸 帮我拿一下那瓶水 嗯 欸欸欸欸 我告诉你哦 嗯 我告诉你哦 这个用法 嗯 这个欸 就是在叫对方的时候 会用的一个字 但是日本人 嗯 一样不喜欢 嗯 就不喜欢 就 就听起来不舒服 就欸 是 的样子 听起来 嗯 嗯 嗯 好像 对方有名字 嗯 为什么你不叫他的名字呢 对 你为什么直接叫他 欸呢 所以 这个字其实 如果在台湾来说 你跟你的朋友关系很亲密啊 兄弟姐妹之间 欸 欸 帮我拿一下水 可能是ok的 嗯 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日本人 日本人 老公老婆是日本人 那女朋友是日本人 嗯 同辈都好 尽可能不要用到这个字 因为很不礼貌 他们也会想要翻白眼 想中 我忘了对方叫什么名字 嗯 可是我想要跟他打声招呼 我应该怎么去叫他呢 姊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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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特别是女生啊 姊可以哦 哦 姊姊 帮我去拿一下水 嗯 有点杀娇的感觉 姊姊 那男生呢 男生 男生也不可能用 姊姊姊吧 姊姊 姊姊就是跟朋友说话的时候 了解 所以没有分男生就是 就 全部都 所以千万要记得哦 这两个字 蛤 蛤 欸 欸 都是不礼貌 哈哈 在日本呢 对 在日本不礼貌 欠揍 我已经喜欢了 可是没有听过的人 对 如果没有听过的日本人 第一次听到 应该就是 没听到的 就是吓一跳 欸 这个人 怎么这么的 可怕 他们会觉得你很可怕 文化 很有趣 嗯 所以这些东西 还蛮有趣的 好的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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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有想要知道更多 台湾跟日本之间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频道下面 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 你们想听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做些研究 然后给你们知道哦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们记得一定要 按赞 高分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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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要订阅 谢谢 拜拜 拜拜